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让人觉得真的太不舒服了 所以在我旁边的Edward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Edward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太夸张了吧 我们不是有个名字叫coronavirus吗 新冠状病毒吗 我想不舒服的人都很多 好 你才发觉这个题目出来 会有些人有网上的请愿 又或者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出来 不过我觉得来评论这件事 值得有两个背景我们先明白一下 第一个背景就是 例如你知道就算在散布或是一个中国病毒之前 本身那个的称呼叫做武汉病毒 究竟是不是有歧视成份呢 坊间有人就说 因为名称本身有歧视的成份在 所以就引发更多的问题了 但第一个背景我们要明白呢 平心议论下 看回历史上是有很多的病毒 是跟这个国家的名称 或者地域的名称是有关的 譬如很多你都听过了 比如德国麻疹 德国麻疹 现在还有了 现在还有了 德国麻疹的原因 第一个是由德国的医生去辨认出这种麻疹的独特性 另外还有日本的脑炎 又听过了 同样是跟这个 当时日本来分离出这个病原体 来到有关于视伐的日本的脑炎 再近期一些 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其实也是一个地位名称 其实就是在非洲的肝果附近的伊波拉的流域 发现这种病毒 所以就叫做伊波拉病毒 又或者我们现在常常都仍然会说的 就是非洲猪瘟 原因就是原来第一宗的非洲猪瘟 正式被报告在1921年 在非洲肯尼亚的地方 以后就叫做非洲猪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我们看到也有某种的惯例 就是当病毒 一些病的出现的时候 可能都跟他的发源地 是两者来结合 来给他一个名称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背景 我们明白的时候 当初叫做武汉肺炎 不代表是为了歧视而起这个名字 但是第二个背景就要了解了 而且就算没有这个意思 都会令人不是很高兴的 比如你可能也会记得 在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很长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做中东的呼吸中合症 对 特别用了中东这个字 当时有一些中东的国家 就不太满意了 就向社会组织来抗议 为何要关我们的事呢 原因是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发现这个综合症的时候 发现绝大部分个案的患者 都曾经逗留过在中东 所以很自然就起了这个名称 但是无论如何 有时你用地域名 用国家名 与病毒与病毒摆在一起的时候 是会引起一些的挫磨 或者一些人不太满意 所以后来世界卫生组织 和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 就尝试做了一套的标准出来 标准就是说 如果一种的病毒 我们很快脆 或者最终能够发现到 它的结构 到底它的品种之后 就要用它的品种名称来叫 譬如我们对上一次 常常都会来比较的 就是2003年的沙士 其实沙士本身 在中国的广东省 来到爆发线 但发现没有任何的名称 是和广东省和中国有关 原因就是很快去找到 它本身的沙士本身是 就是这个 以严重呼吸道症候群 简单叫做沙士 原名通常都是很巧合的 也是人不叫的原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快就直接用了沙士 就用SARS来叫我一个疾病 就没有来与地方、地域来执上关系 那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看回散布哪一个情况 你要说因为它放了中国两个字 就等于它是歧视,甚至乎是很specific 是种族歧视,你又不容易来到这个案子的 因为的确是历史上很多时候的名称都会这样用 但是与此同时,又为什么没有了那个敏感度 因为你都明知道,其实在现在的情况 有很多疑似的歧视行为,其实在社会里面发生 特别加拿大,一个当然是社会 也有很多华人在BC省,在台湾地区的时候 那为什么特别要这样来叫呢? 那会不会是没有了一份的文蕊在当中呢? 那我就会散布自己的解释 就是说,其实我是没有歧视成份的 那我只不过题目是这样摆的 但是也值得问,为什么题目要这样摆呢? 就是... 外报纸 对,应该是这个原因 对,要吸引的 其实你如果做报纸,你就会知道了 起题是一门学问 除了那些字眼怎样用 要准确来表达到事件之外 很多时候是要确保 那些人看着题目的时候 不会错摸,不会写错旁边 有些错误的联想 因为做报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这个起题的原则很重要 特别是你放在头条那里 那省报却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 直接叫做中国病毒的时候 你实在不能够不去问 究竟那个判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究竟那一个是否最负责任的方式 来将一个报纸 来到它的头条来起题 对,毕竟省报也是非知省地区 三世海小友宁气的报纸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多负责任一点 但我也要提醒就是说 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是只有这个所谓媒体标题 这样的这个歧视性色彩的这个敏感度的问题 是的确有很多Case 它会让我们会觉得 真的好像我们华人被标签化了 比如说正好前两天有一个新闻也提到 有一个温哥华的女子 她其实坐了这个墨西哥航空公司的飞机要回来 结果她在飞机上就咳嗽了几声 结果立刻空服人就很紧张问她 你是不是去过中国啊 然后她说她没有 她20年都没去过中国了 但是呢因为她是华人 所以她不显然 可能不太相信她的答案 所以又来一个又再问她 而且还带上了口罩 所以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可见的确有些人会标示就是 啊好像你是华人 你可能有咳嗽 那你可能就是有肺炎的这个可能传染性的这个病 我想一来就是这个的标示 另外也是真的有一种的恐惧在当中 是的 那无可否认就是现在这一种的新冠状病毒 很多时候是来自中国的地方 而出到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那些人就算隔了一重再被感染 都是转过弯来查到 是跟这个的中国的人可能是有接触过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就觉得有时可能不是出于那个歧视 如果给我的时候 如果有人觉得说 啊这样这样不舒服 我都会醒觉就是 我首先我不是第一件事 你为什么要歧视我 然后就好像很僵确 你是一个歧视者 我是一个被歧视者 是的 而是都坐下来想一想 咦可能对方是有一些恐惧在当中 恐惧产生的反应 不一定是最理性 也都不代表她那个用意 是专专是要来到去歧视你 那我想那一个这样的互相的理解 在恐惧里面是特别重要的 也都是为什么我们自己要来做自己的卫生 但是如果能够的话 又不要让别人有一些无需要的影石 无需要的错误 来增加大家的恐惧 或者甚至增加一些的成见 嗯正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在网络上 其实也流传还蛮热门的这个影片 就是有一个意大利的男孩 他跟他的搭档一起拍了一个影片 这个男孩呢 其实他在街头做实验 其实他是用一个很正面的心态来 告诉大家不要恐惧 也不要有任何这个特别歧视性的色彩 来看华裔 所以这个男孩呢 其实他在街头上面 他戴了眼罩 他也戴了口罩 他的标语盘呢 有写着就是我不是病毒 我是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分钟的影片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分钟的影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挺感动的其实Elevan 因为最后还是很多人走上去拥抱 甚至把他的眼罩口罩都摘下来 其实愿意接纳他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们打开心胸一点 不要太早就把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刻板印象的这个标签的话 因为真的我们要记得我们对抗的是病毒 不是任何人 不是任何特定的族群 是的 我看到我感动的地方就是 他用创意 就是你与其发生一件事情 就立刻觉得你现在是攻击我 是我的利益受损 你不是一个好人 很快出来到去对立法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帮助那个族裔和谐的 如果我们说不要歧视 是基于一个更大的目标 在族裔和谐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想一想 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有创意的方式 温和一点的方式 一些很好的沟通 跟不同的人来沟通 有人更加明白这个病毒本身 更加明白你本身是如何 是贡献在这个防疫的工作里面 我相信对于族裔和谐 是有更大的帮助的 希望大家多给予一些温暖 也祝大家都很平安 谢谢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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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